有的習慣就在看,他也很聰明,他的記憶很好,所以他有咬的就是這樣,有咬的,你咬到有,那一年就有了,他一年就知道怎麼走,怎麼走,他不會走,他知道這堆禪,我剛才怎麼走,他會怕弧度,他會吃到旁邊,他很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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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很聰明,他說他很聰明,他很聰明,他還會這樣一旦會搭,那他們我們站在那裡才累穿,高 towels會寡不挨,這有藥寫的,沒想要這樣提過哪個口罩,要有人有這種耐性,要給它吧,所以他說孩子 מא� janic我也可以,人也對他 değeromi他也因為友人可以咬它 除了像 age 何 Ranger 男孩 是什麼,奇 Talk 男孩 仔綺 雞是多少養幾隻,雞現在比較不外了,養幾隻很麻煩 所以說以前前幾年也都有養,雞都沒有養,因為我們在山上都會養雞 雞早期都有養雞,養幾隻兩隻,我剛才說的 我剛才說的,傳播之後就要做養雞,做養雞就只有養雞而已 不然就拿到了一片,反養就甚麼人吃? 人的養雞吃不夠,反養都炒飯、牛飯? 可能是一陣反養去養雞包嗎? 以前都養雞,兒的養雞吃不了養雞,年ось五 Abd,來了,也有幾號 因為我沒有錢,因為我沒有錢,因為我沒有錢,因為我沒有錢。 我想請問二哥,就是從你們早期可能是自給自足的方式的農耕,到現在轉型,可能有股東、有活動,你自己的感想是什麼? 然後會影響到你會希望你的下一代去傳承這個工作嗎? 或是你會鼓勵年輕人來做這個工作嗎? 嗯,從早期工作的話,其實早期重點,從小大概六七歲就下年,那個時候重點就是一直到二十幾歲到三十歲,其實覺得那時候重點就很羞,很不願意,而且都是要聽命令,聽我爸爸做什麼,今天做什麼? 早期你吃飯,他就跟你交代好了,今天要做什麼? 就是命令行事,啊,真的很辛苦,每天除了工作,每天都在那邊田裡面,那邊打滾,啊,你去讀書放學回來也是,繼續做,今天禮拜六下午休息,早上就交代,下午回來,中午住,下午要做什麼? 所以早期重點很辛苦,那現在重點的話,到現在就,後面這題的重點其實是,沒那麼辛苦,差跟以前比較起來,其實差那麼多 因為第一個,田做得比較好,不是靠這個維生,不是國家的產品還要來照顧北斗門,所以做起來那個心情不一樣 那以後呢,是不是希望我們下一代,我的下一代,我的下一代,我的小孩子知道嗎? 那當然其實我心裡想說,如果可以的話,他如果說在外面的工作不是很好,或是在外面做得不是很好,或是有一天他跟我一樣,他的孩子養大 或是有一天,他生活沒有經濟壓力的時候,他可以,我希望他回回來,再來用這些,再來照顧北斗門 但是,應該可能,我想,現在的年輕人,主要他本身有這個興趣,有這個意願,要不然,我們不可能就用命令的,或是叫他回來做 包括假日,我自己找到了一天去聊天而已,我一家早就找到手 raz 例CO medical school misión的規格,我不會說是禁錄 mirage 她當年輕人有她當年輕人有哪裁的,那是什麼方式 那你小孩是否有叫他做 我那個小才是從八歲的,那時候,我爸爸在那時候種田 其實重點,做產的孩子沒有什麼好感、沒有什麼教育 我們家也是一樣,七歲就要留產 但是七歲就要留產,掛在外 掛在外是小孩子七歲八歲辦得上 其他的工作七歲八歲辦不上 其他的工作大概至少要十來歲、十六歲 離頭什麼,掛在外不一樣 另外大大小小都會下 請問一下你的小孩子跟你比起來 你覺得他們有,譬如說你的農事的經驗 有百分之百的話 那你的小孩他傳承到多少的經驗 我的小孩子在種田如果說以他的經驗種田的話 他現在其實是,可能按照這個種田需要的經驗 他可能還寫不到十分之一 這麼少啊 對啊,輸了收割稻子這部分可以 其他的都還不是很上手 掛在外,那個當然可以 掛在外我們一般人來練習幾個小時或是一天半天可能大家都OK也都還可以 那其他的,那其他種田的這些工作 部分工作其實他們都不是很上手 勉強 只有十分之一啊,你的意思 對,種田齁 差很遠耶 對啊,差很遠 種田的工作很複雜 我都不是做了 要雷產 第一個 沒有複的複餐 不然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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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複雜 接著 培養蕭苗 這些都很複雜,很多東西,其實看來沒有什麼 包括,販毒以後,藏水要吸水管理 那也是要有一個要經驗,還是要了解的 不是,把水甩一點點就可以了,水甩得多多好 藏一支流下來的水,會有好 那一支的水會不會深入,要搞到嗎? 太深了不行,填膏會垮掉,填膏會爛掉 太少了,水蓄太淺的話,很容易雜草很快 這些都是要用心去注意的 那小孩子的話,如果你要來重快一點,譬如說 像沒有經驗的,你要來重點,其實很困難 你要重點,這些複雜的東西,小工作很多 需要去注意的很多 除非說,你跟在身邊,從頭到尾 一年,兩年,才有可能完全去了解,去熟練到這些工作 古早的人說,五江府要三年四月圍 這個造成,可能你沒有三年四月圍 可能你也要給一年,一年半才,你最少活動 你給我來體驗一下,半天,我就來走 明年,或是等三月圍後,你再看一看,我再來體驗半天,再來走 你又二十年了,好嗎? 你又出生了,你又出生了,你又出生了,還沒拿到,還沒抓到 對嗎? 你來,跟你當中的一塊肉圈,還有一塊肉圈 你一個時間而已,你沒辦法 你只能拿到一塊肉圈,只能拿到一塊肉圈,只能拿到一塊肉圈,還沒抓到 所以我做成,也很簡單 沒有很簡單,沒有很難做 他不願意叫你不要做,太辛苦不要做了 我太太,她也有董事,她有什麼樣子 我媽媽,她現在八十四分,她很怕我做菜,她很煩惱 她不說,我現在還拍了一片餐,在那五分店 我本來是不夠知道,但是她也會知道 她知道,她也是很煩惱的 她煩惱說,剛才說出來,做這些體驗很好 做那麼多也沒有做,多做多累而已 或是怎麼做那麼多 或是怎麼做那麼多 或是怎麼做到經理一片長 不經理越多是做越累 越辛苦 我媽媽,她也知道 老婆一定比較疼,小孩也說 她做那麼辛苦,你用不美好吃,你不可以過她 她不跟我說而已 我都不知道,她知道 不要說就好,自己頭髮 不要再知道 我上幾天在那補產 我家就在前面這個環境 我家就在前面這個環境 請問一下,那一年一起的話 那剩下的時間,之前的話會需要去做其他的工作 就是我剛剛講,我們大概是春天嘛 過完農曆點就插陽嘛 我們大概去七月份左右就收割嘛 再來也收割完了以後,在田裡面就放著修耕到 大概九月份、十月份的時候再開始再翻土 準備下一年,春天才採陽 所以中間停留了幾個月後 田裡面靜態的停留大概幾個月後 三個月左右 就會再翻土 準備下一年,因為人工嘛 提早翻土,跟平地不一樣 平地人家庭苗已經培養了 差不多了,庭苗已經這麼高了 快要插陽知情室 一個禮拜來翻土,他們就來不及 我們這個用人工的話提早 大概九月份 最半十月份、十月份 期前幾個月就要翻土 整地來,準備春天查陽 請問你那個牛啊 我聽說台灣人不吃牛肉 我不知道你養這個牛 你會把它 台灣牛,台灣人 吃牛肉啊 有的人不吃牛肉 當然信仰的問題 有些人對牛比較有感情 但是特別 我這個不吃牛肉 但是 以我來講 小時候牛肉不敢吃 去當兵的話 什麼都吃,牛肉都吃 但是如果對我來講 跟田的這頭牛 絕對不能賣去給人家 隨便賣掉 你最好 與我的感情是 跟田的這頭牛 就算他老了不能跟田 也要讓他活到自然 自然的討餐 不可能賣給人家 這辣子不肯 賣給人家去當牛肉 對我來講是不可能 那如果說 鹹的那些牛的話 也許可以 也許可以 所以賣掉就算 有肯要養育就賣掉 像我們這邊 附近會有一些人 帶起頭去量 一圈一圈 一圈,一圈一圈 大概四園 小時候這邊的生態環境 跟現在有不一樣 很大的差別 小時候跟現在其實差不多 小時候的差別就是 如果講四十年前 我現在五十幾歲 四十年前這邊的環境 生態跟現在是一樣 但是唯一有一個不一樣的就是 四十年前這邊看起來的 山坡地其實都比較光凸 為什麼? 種田以後沒事 腰苗擦完田以後 就開個山坡地種地瓜 所以山坡地看起來樹木很少 這邊凸一塊,那邊凸一塊,都是種地瓜 然後地瓜沒有種的時候 地瓜種三年,那塊地要圓修 你種三年以後不種的話 它開始就長蘆葵草 所以看到的坡地都是蘆葵草 樹木很少 那現在呢,跟四十年前不一樣的 全部看起來都是樹木比較多 蘆葵草的面積比較少 因為經過三十年,樹都長出來 延伸床的樹木、斑木都多起來 差別是這樣子 那現在的生態跟以前的生態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田種的比較少 沒有在用農藥的話 所以就跟生態其實跟幾十年前的生態是一樣的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